欢迎收听《望去》片子一部正向部的节目 老金的时间是2011年6月4日 这里是我李文旺 还有马来西亚戴马尔Sir 马来近 欢迎美好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帮下手 点赞订阅和分享将齐抗疫 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 出去之外还有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宣扬和平理性的声音 千万不要让这些极端分子夺取社会的话语权 好了,这一节节目就要讲一讲 有关八九政治风波的问题 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这本期刊上刊登的 作者就是朱介木先生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首先分享一下他的文章 应该会录起码两节 希望大家留意收听第二节 邓小平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以及爱国者的一生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邓小平在历史新时期 为平息八九政治风波 发挥了中流底柱的作用 是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爱国者的又一次鲜明体验 他在八九政治风波后 作出一系列的反思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他为中国共产党 和国家留下的尼足珍贵的政治 和理论遗产 八九政治风波刚刚平息 邓小平指出 这件事件爆发出来 很值得我们思索 促使我们很冷静地去 考虑一下过去 也考虑一下未来 我们要冷静反之 回顾过去 着眼未来 总结经验和教训 认真处理 面临的问题 随后 他率先进行了深刻反思 作出了一系列深谋远 边闭入里的论远 今天这场风波已经过去25年 但实践反复说明 他的反思并没有过时 相反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发显出真理的光辉 和深远的意义 面对改革开放新阶段的 新形势和新任务 重温他的反思 不单止对于我们进一步 总结和吸取 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 教训 十分重要 而且对于深入领会 和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的系列 还要讲话指示精神 更加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也是十分必要的 所谓反思 一般人指 就是人在某一个 特定的历史事件过后 探寻导致这件事件的原因 分析他的本质 总结和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以便将工作做得更好 对体到对八九政治风波的反思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 对的就要继续坚持 失误的要纽正 不足的要加点劲 总之 要总结现在 看到未来 让我们的失误 纽正得更快 让我们的长处 发挥得更好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年 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都已经显著提高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还会发生好像八九政治风波 这些严重的事件呢? 从邓小平的分析去看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 是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得不够好 四个坚持 思想政治工作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精神污染 我们不是没有说 而是缺乏了一贯性 没有行动 甚至连说都说得很少 这里他特别提到 1983年的反对精神污染 说那场斗争 只是搞了20天 就没做了 如果贯彻得力 在思想界 教育界 就不会像现在那样混乱 第二 是腐败现象 引起群众的不满 他说对情治腐败 过去说了不少的说话 但是没有认真管转 今次出了这样的乱指 其中一个原因 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 令到一部分群众 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这里他尤其强调了 腐败和资产阶级 自由化之间的关联 他明者指出 腐败现象很严重 这个与不坚决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 这次动乱之后 大家的头脑 清醒了 第三 就是通货膨胀的催化作用 89政治风波 之所以捲入大量群众 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 从现有的材料看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说过 但是从他在89政治风波过后对经济过热 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些论述 他可以看得很清楚 例如 邓小平说 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 这几年 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 也出现了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 带来了一系列供求关系的困难 这种现象 如果在五年前就警惕 可能情况比现在好得多 哪怕在三年前注意这个问题 也会比现在好得多 他还说过 教育方面的失误 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控制通货膨胀 可以很快见效 而教育失误 补起来就困难得多 等等 意思就是 教育方面的失误和通货膨胀 都是导致动乱的原因 只不过教育方面的问题更大 弥补起来更难 第四 是党中央内部发出了两种声音 在这次动乱之中 赵紫阳暴露了出来 明显地站在动乱的一边 实际上就是搞分裂 有人站在动乱的一边支持他们 比如赵紫阳 这个不可以怪其他人 第五就是西方国家对动乱的支持 邓小平在1989年底会见外宾的时候 就指出 今年发生的事的原因 都是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 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 进行煽动 令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 所谓的反对派 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给了很多鼓励和方便他们 因此才形成了当时这么混乱的局面 找出动乱的原因 不等于就认清了动乱的本质 比如说动乱的原因之一是腐败现象之生 你可不可以说动乱的本质就是反腐败呢? 显然不可以的 邓小平又说得好 人民要求反腐败 我们当然接受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所谓反腐败的口号 我们都要当好话来接受 就是说同样是反腐败 立场、动机、目标可以完全不同 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那场动乱的本质 或者说性质、实质要害是什么呢? 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回答 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 颠覆我们的党 这是问题的实质 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一个要害? 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他指出 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 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 令我们永远都没有希望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 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最终 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帝国主义要将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 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 总结经验教训 邓志平还说过这场风波是国际的大气候 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 是一定要来的 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也就是说动乱的本质 要害在于国内外敌对势力 要通过煽动和扩大骚乱 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 找出动乱的原因 又认清了动乱的本质 经验教训就比较容易可以总结了 纵观 邓小平在八九政治风波后的反思 不者认为大体可以将他的经验教训 总结归纳为九个方面 第一 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坚定三步走的奋斗目标 1989年 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 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 进而在北京发展成新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因此要对八九政治风波反思 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 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是不是错了呢?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或者解决得不正确 反思不单止难以进行 而且会走偏方向 对此 邓小平在风波过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 即是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时候的讲话 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步曲 正确不正确 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 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 我们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 是不是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这些大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 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尤其是改革开放总方针 是不是正确的问题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 有没有错?没有错! 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 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 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 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这些问题 但是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 要充分估计 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将中国变成一个封闭性的国家 实行闭关政策的做法 对我们极为不利 就连信息都不灵通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说过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 六四这个关我们坐不过 坐不过就乱 为什么六四之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 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 促进了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 是不是正确的问题 他的回答是 我们第一个翻一翻的目标已经完成了 第二个翻一翻的目标 计划用12年完成 再往后50年 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 对此 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 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 因此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说 应该说 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 现在至少不能够说是失败的 在61年之后 一个15亿人口的国家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是了不起的事 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不能够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 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对于这些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肯定的回答 也从根本上消除了人民心中的疑虑 为全党的反思 定了阴 第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即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共产党领导 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这些是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所提出的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 两个基本点 里面的其中一个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 八九政治风波之后 邓小平说过 四个基本坚持 本身没有错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 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都不够一贯 没有将它作为 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 教育学生 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 他强调 总结历史经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 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领导 绝不能放松 否则 共产党非跨台不好 没有这个四个坚持 特别是党的领导 什么都做不好 会出问题 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 就是在四个坚持上 具体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 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此已经作出了恰当的评价 对于毛泽东同志 晚年错误的批评 不能过分 不能出格 因为否定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意味着我们的国家 就要否定一段很重要的历史 这就会造成思想的混乱 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具体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指出 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 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有凝聚力 才能够解决大家的困难 才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 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 比如说两极分化 具体到人民民主专政 他指出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 建立了社会主义 本身的力量在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肯定会弱于资本主义 不靠专政就抵制不到资本主义的进攻 坚持社会主义 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叫做人民民主专政 在四个坚持之中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 针对国外一些人 对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指责 邓小平明确指出 这个不对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 即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 应该换个名叫做自由化 即是资本主义化 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 我们所谓的改革 和他们所谓的改革是不同的 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争论的 第三 坚决反对和情治腐败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程 毛泽东提醒 我们党在取得全国胜利后 要特别防止在唐衣炮弹面前打败仗 之后他领导全党开展了多次以防止腐化 和官僚主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 压制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但是随着党的执政时间的延长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 和对外开放的扩大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现象逐渐增多 中间虽然都开展过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做到辞之以合 以致腐败之风越挂越空 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邓小平指出 冬乱令我们上了一堂大货 多年以来 我们的一些同志 埋头于具体事务 对政治动态不关心 对思想工作不重视 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 糾正的措施也不得力 邓小平强调 吾情治腐败 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 确实是有失败的危险 邓小平也提出要搞廉洁政治 还说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 都要反对腐败 好了 节目时间 第一节就到这里 接着我们会再分享 这篇文章的第二节 休息一会儿 遲些再见 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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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